电视剧《家人之名》正在热播 自从看到林骁的第一演起 李坚坚就喜欢上了这个成熟的大哥哥 经常给他带零食吃不说 甚至还经常拉着他到自己家吃饭 这些都说明了林骁在李坚坚心中的地位不一般 大哥们高中毕业后 林骁与贺子秋在原生家庭的压力下决定出国留学 一下子没了哥哥陪伴的李坚坚 李坚坚非常不适应每天都哭得梨花带雨的 直到十年后三兄妹才再次见面 此时变得更加棱角分明的林骁 瞬间吸引到了李坚坚的目光 于是李坚坚内心对林骁产生了情愫 只是由于当时他已经有初恋而不能告白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李坚坚失恋了 此时只有林骁能一直陪在他身边 感动的李坚坚再也忍不住 便计划着跟林骁告白 换上了一身成熟之性 打扮的李坚坚站到林骁面前 大哥直接看傻眼了 其实他一早就爱上了李坚坚 这下两人终于可以 明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真是可喜可贺 打扮的李坚坚 咱们的愚人尽比达 点核心 2